小时候你师傅模仿过电影中的情节 希望获取宝藏而在土地上挖掘 除了石头外我们可能一无所获 有时不经意间的一些发现意外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物品 反而让我们惊喜和讨论很久 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五个在意外地点发现的奇怪物品 海滩上的金属球 在大西洋的西岸有一个美丽的岛国巴哈马 这里有粉红色的沙滩有猪世界里的天堂之声的猪岛 2021年2月一名英国妇女在巴哈马海港岛的海滩上散步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散亮的金属球 由于上面写的文字 他开始挖掘这个奇怪的球体 该球体上的俄罗斯文字显示 它的工作范围温度在零下170度到零下196度之间 容量约为43升 最大重量为40亿公斤 根据航空专家的说法 这是一个连安罐 通常用于未配备人员的航天器或卫星上 这个球体可能来自于一颗已经失效的卫星 但专家表示 目前大多数到达报废状态的卫星或者航天器 都会被操控到南太平洋的航天器墓地进行坠毁 然而有时会出现例外的情况 还有人表示这可能是意外坠入海洋的背景 然后被洋流带到沙滩上 这种未知性增加了人们的兴奋感 引来更多的人来这个地方打卡拍照 森林中巨大的石球 2016年 一位地质学家在波西尼亚的一个山谷森林中 采集土壤样本时 偶然发现了这颗巨大的圆形石头 这颗石头直径达3.38米 预计重量高达35吨 由于巨石表面非常光滑 因此有人猜测 这些石头是由人工雕塑而形成 并由此猜测 这里可能存在某些失落的文明 也有地质学家认为 这些只不过是自然形成的 球体的表面颜色说明这个球富含铁元素 在地质学中 这种现象叫做结合 是一种很普通的自然现象 然而这些都只是猜测 这个石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你觉得这是人工雕塑的还是自然形成的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看法 埋在院子里的法拉利 1978年 一个小孩在自家院子里挖土的时候 意外发现一辆被埋在土里的法拉利迪诺246GTS 这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 在警察将车辆挖掘出来后 并未发现犯罪痕迹 车辆保存的也非常好 通过车牌得知这是一辆四年前被盗的车辆 为何被盗的车辆会被埋在这里 更大的谜团让大家纷纷对这个事件有了更多的猜疑 直到2012年 这一谜团才慢慢被解开 有高谜者称 这辆车的原车主在当时雇佣他们将车子销毁以骗取高额的保险 但他们在处理车子时私自将车子埋藏起来 然后等过一段时间将车子挖出来变卖零件 为保护车子 他们用毯子将车包裹起来以免损坏 不幸的是由于紧张和对地形的不俗 他们都忘了车子埋藏的具体位置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故事 如今这辆车被修复后卖给了现任的车主 被修复后的车仍然能正常行驶 甚至参加各种节目和比赛 山顶上的钢琴 大自然为我们带来壮阔迷人的景色 然而由于人们随手抛弃的垃圾 破坏了原有的美丽 2006年一群志愿者在英国最高的山峰附近清理塑料垃圾时 意外的在离山顶2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架钢琴 除了钢琴的键盘其他的部件都还保存完整 所有人都好奇这架钢琴的来源 随后他们在钢琴下面发现了新的线索 一张饼干包装纸 上面显示最佳日期是1986年12月 这让人们知道钢琴大概是什么时候被运上来的 但却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 随后他们将钢琴拆解并运到山下 这个事件被媒体报道后 一位苏格兰乔夫向公众透露 这是他35年前为了帮助持散事业而将他背上了山 为此他整整花了4天的时间 除了钢琴他当时还背了一个啤酒桶和一个梨 随后有许多艺术家模仿了这一行为 比如2017年一位意大利钢琴家和登山家 在海拔4460米的阿尔卑斯山上 举行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钢琴音乐会 不同的是他的钢琴是由直升机运到弹州的位置 神秘的山脚柱 2020年11月美国犹他州的生物学家在一次乘坐直升飞机调查野生大脚洋时 意外发现了这根由金属板某阶层的一个三角形的棱柱 后来经过卫星地图的确认 它是2016年7月至10月期间被非法放置在这片公共土地上 并在4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人发现它 这条棱柱高度为3米边藏为58厘米 由不锈钢和铝板制成 用锚钉连接内部是空的 因此可以确认这是人类制作的物体 但很难确定其年代 尽管当地土地局以保护环境的名义对这个物体的准确地点保密 很快有人通过公开的信息确认了它的位置 并吸引了大批人来这个地方探险 在这一不明物体被发现后的第九天晚上 这个物体被四位不明人士拆除 三角柱虽然被拆除但公众对它的讨论并未消失 人们纷纷猜测这是外星人的特殊建筑物 虽然后来被证实这是人类的作品 很有可能是某个艺术家的行为艺术 故事还未结束 这个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这个事件的模仿 截至目前 全世界大约发现了200多根内饰的金属柱 大部分还伴随着外星物体的传说 这种现象显然是一种互联网骗局 与之前世界各地流行的麦田怪圈有共同的特征 但犹他州首次发现的三角柱是谁放的 为什么会放在那里 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这些意外发现的物体 因为出现在不同寻常的位置 引发人们的好奇心与猜测 有些是自然因素 至今我们仍然未解开这些谜团 有些是人为因素 除了当事人外 没有人知道真实的原因 也许引发大家的关注与讨论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 你还知道哪些有趣而有意外的发现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线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期节目将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两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